后台总有人问我 养这种大型犬 杜宾卡斯卢尔罗维娜 一个月到底要花多少钱 首先 碰到这种问题 我是真的不愿意回答 为啥 如果从真正的成本的角度上 去考虑的情况下 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你喂玉米面 一个月几十块钱的玉米面 足够它吃 吃不了 对吧 但你如果喂进口粮 那一个月大几千也挡不住 这个一个月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这取决于它的主人给它吃什么 对吧 而且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跟你们说句实话 凡是养 想养大型犬 还在考虑 饲养成本问题的这一类人 听老徐一句劝 就先不要考虑养狗了 真的 有点狗 有点狗 如果是你想让这个狗 好一点 健康一点的话 确实成本要比小型犬 要高很多 就拿一袋普通的狗粮来讲 我们回家都喂狗粮 对吧 差不多也三四百户钱一袋 对吧 那这个狗 估计吃不上一个月 这种大型犬 罗维娜杜兵 那你要为小型犬 为这么大的伯美 还你们太敌之类的 那能吃半年 对吧 所以成本确实是高 而且你如果还停留在考虑 成本的这个阶段的情况下 那你就先暂时不要养 晚一点再养 也可以 不要着急 慢慢来 为什么让你们暂时不要养 因为这个大型犬 一旦成年以后 它无论是它的饮食成本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成本 非常高 这部分成本 没有固定的标准 为啥呢 就是生病 一旦狗狗生病 大型犬所花费的成本 要是小型犬的好几倍 去一趟医院 可能就得千八百块钱 少说了 还得是三四线城市 一二线城市 什么北上广这种城市 可能要大几千了 所以成本 不光光是饮食的这个方面 还有很多的成本 包括你的时间成本 包括陪它运动的成本 都要比小型犬要高得多 所以在养大型犬之前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